了解了这些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建筑的特色都有哪些 首先让我们再回到 沈耀故宫的办公正殿 就是宠正殿 宠正殿 开间的部分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就是五开间 而且是民间 然后左右配房三开间 有廊柱的 它是一个川堂 因为从这可以过到后边去 到那个小广场 然后进入到台上武宫 那么注意啊 这里边有个问题 就是它虽然是正殿 但其实从屋顶的角度 它级别并不高 这是个什么屋顶 大家能看出来了 这是一个硬山屋顶 它连歇山都不是 它更不是五殿顶 它不是四面泼水的五殿顶 它是一个硬山顶 硬山顶说的好听点 其实硬山顶整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就是一个农村大瓦房 就是一个人字顶 那就可以 而且它都不是这个前后出廊的 就是这么一个硬山顶 就硬山顶级别最低 还有悬山顶 就是整个硬山顶 外面还有一个左右出廊的 它都没有出廊 大家发现吗 这就是一个特别高级的皇上大瓦房 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我们有很多猜测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从最实用的角度讲 是因为东北地区是非常寒冷的 如果你做一个那种房地 无论是西山顶还是五殿顶 其实都会增加散热面积 在冬天来说的话很不科学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它新造了这种非常高配置的这个农村大瓦房 只不过形态 形态是一样的 只不过从装潢上非常的高级 那么它怎么来找补一下 就是我这房子虽然就是一大瓦房 但是也是皇上这个办公的地方 它用什么来找补呢 用传统汉座里面没有的一个东西 就是在整个两面山墙 这个出廊的部分左右 大家看这些琉璃刻 琉璃雕龙 这些琉璃瓦烧制的龙 在传统的中国的汉帝建筑当中 是不会出现的 那我们只会在那九龙壁上看的这种东西 或者是在影帝照币上看到 但是在正统的建筑上 尤其是这么正经的 相当于太和殿的这个宠政殿上 是不应该看到这种东西的 但对于满洲人审美来讲 第一我要提高这个房子 从装潢角度来提高它的位分 所以我要装上龙 第二个还有各种颜色 这和上一节课我们讲到的瓦座特征是 是出于一脉相承的 是什么 就是它继承了女真人 或者说整个少数民族一个审美 就是花花绿绿的 来看到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花花绿绿的 是吧 花花绿绿的样子 这些琉璃花砖 雕的都是龙 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什么 提高整个这个宠政殿的位分 和它的尊严等级 这里面看 主体的开光里面是个生龙 下面的这个小开光里面是一个形龙 一个绿色的 一个白色的 而且它有须米座 作为分割段 这个都是为了装潢这个房子 除了瓦座以外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西布特征 西布特征 看到这个宠政殿的所有的良柱 实际上也在反映着少数民族的一个审美 就是很热烈 大家看到了吗 如果从真正的中华正统角度 就说的话 热烈其实也可以用一个比较不好的词来说 就是不够庄重 就是分你怎么讲了 你要是觉得从正统角度 它不够庄重 但是从民族特色来讲 它是非常热烈的 你看所有的这个 这个梁 它会处理成两部分 横的梁 它把它处理成整个龙的形态 非常具象 这是少数民族的特色 而这个柱子的部分 有个最大的特征 我们汉帝的柱头 首先柱子 大家看金柱和岩柱 它不是一个形的 金柱是圆的 半壁柱 这个岩柱 它是方形的柱子 整个沈阳故宫的特色就是这样 岩柱 主要的宫殿的岩柱 全部都是方形 然后它在上面加了一个稻子的莲花柱 我把这个提出来 一个特别放大的中间的小图 看到一个稻子莲花柱 这体现的是什么 它联系蒙古族的一个文化遗留 就是信奉蒙古族 信奉的那个宗教 是什么 蒙古族信奉的宗教 其实是藏族的宗教 就是藏族佛教 那么 所以有佛教的特色 它这边就有一个复联形的一个柱头 这在汉帝是没有的 那么 在这个复联形的柱头上面 还装饰了一个东西 大家看 极左边这张图 这是一个截图 这个是拉破仑寺的这个钻金桶 西藏地区的钻金桶 上面大家看到什么东西 有一个怪兽的头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龙头 这个整个龙头形像是有獠牙的 大家在看整个这个宠正殿柱头上面装饰的东西 看到了吗 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状态 只不过他把那个向上翘的脚 给赶成了一个向下弯曲的山羊脚 那这个审美实际上就是从藏传审美里面来的 那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你看 已经修缮一新的沈阳的故宫 他的这个配色 大红大蓝 这种配色 还有金 是不是特别有这个藏族的那民居的那个特点 或者说其实就是少数民族的一种审美表达 非常热烈多彩的这个表达 当然也没有汉地认为那种庄重感 这是他严重的一个基本特征 不仅这个点是这样 其实后面的这个清明宫也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这一外要讲一下天子威仪 也就是中华正统的天子威仪 是怎么来表现的呢 比如说在这个宠政殿里面 有一个类似于北京天 北京这个太和殿的啊 北京紫禁城太和殿 那个龙座呀 屏风啊 然后这个唐壁呀 踏朵呀 这些东西都有 我们在清空系里看很多了啊 我就不多解释了 但是他还是跟北京紫禁厂有区别 是什么 注意看 那个盘龙柱上是非常具象的真盘龙 这个是他的一个基本特点 好 还有最重要就是整个这个宠政殿的那个小台子上面左右的两件东西 这个才能反映汉地的中华大天子的威仪 这两件东西啊 日轨是来掌握时间的 天子可以掌握时间 这是天上天体运行宇宙真理 天子可以掌握 还有一个东西是在他的这个西边啊 这个日轨是在东边 西面是个什么呢 是个加量 加量是什么东西 就是如果你离境看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方盒子 方盒子的前后左右 还焊接了很多小的盒子 可能是圆筒 可能是方筒等等 这个就是所有的体积单位都在这上面 其实说白了都是用来量量水啊量液体啊等等 中国就是一个这是相当于什么东西 就是所有的度量横的标准啊 度量横的标准 度量横其实是三个东西啊 量就是这个 度就是这个长度 横就是重量 秦始皇统一度量横嘛 作为天子的话 天下统一 除了说你要归我管以外 这个制度尺度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加量的意思 最重要就讲的是 天子掌握天下所有的权利 天子掌握天下所有的规则 这些就代表了天子位移 这以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建筑上的细微的内容 也能表现天子位移 它是最高级 我们来看天子位移里边 表现的这个门事啊 右边这个是给大家截取 北京故宫紫禁城 太和殿的门事啊 左边那个就是 沈阳故宫宠政殿的门事啊 这个门事你能看出来 是六抹门 这是最高级的门 然后都有看页 就是这些同事件 黄金色的 最重要的是窗花 这是最高级的窗花 三胶六碗零子花啊 三胶六碗零子花 这是最高级的窗花 在等级化的中国社会里面 在满清王朝以及明代的时候 恐怕全中国只有太和殿 有这样的窗花啊 或者是皇帝住的前清宫 有这样的窗花 那么在分庭抗礼的沈阳故宫 他也要搞这一套东西 那么天子威仪的宠政殿 用的就是最高等级的窗花 三胶六碗零子花 这个可以做一个对比 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 正好顺便在这里再讲一下 大家看沈阳故宫的这个结构啊 他画了很多连瓣 这是第一层 连瓣 连花座 实现的连花座瓣 这是反映到佛教的特色 再往上像三角形的东西 实际上是由一个一个小的方木 累积起来 就跟一个小的那个马蜂窝一样 它叫做迭经 其实呢就跟钻经筒差不多 就是凑在一起 代表着无量功德的经文 那这是什么呀 佛教特色 其实就是什么 是藏传佛教特色 那是怎么进上来的 是通过他要拉拢蒙古人 这个特征而进上来的 好 这些呢就是宠政殿 对天子威仪的一个表现 我们下面再进入后宫 后宫我就讲正宫 也就是清明宫 大家看清明宫 先看他的格局 外部的格局 你注意看 他的柱子 岩柱是什么样的呀 是方柱 对吧 他的金柱是什么样的呀 他没有金柱 他都是砍窗 枝栽 砍窗结构 上面安的是枝栽窗 他是没有金柱的 然后左右这个朵子 大家看上面也没有琉璃花砖 对吧 那就说明说明什么呀 这个太和店 不是 这个宠政殿级别是最高的 而住的地方相对要低一点 还有个特征 你发现了吗 这是沈阳公共最大的一个特征 就是这是一个正殿的 但是你看他的门在哪 这是几开间 首先 五开间 注意啊 同学们 所有的中国的房子 一定是单数开间 刚才我说的这个凤凰楼 虽然是四开间 但是他把一个开间给披成两半 左右各半间 所以他中间也是三组对称的 而这个五开间的房子 按中华正统的来讲的话 门应该开在哪 应该开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左右数都是第三间的这个位置 但你现在看他的门开在哪 他的门开在了左右边的第二间的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满洲或者是东北地区房子一个特征 我们现在在东北很多农村其实还能看到这样的房子 这种房子叫什么 就是一头多一头少 俗称叫口袋房 能理解这个词吧 口袋房 就是口开在一边剩下的地方是比较大的 它不是开在中间的 这跟北方天气比较冷 然后这个刮的风是有关系的 他这个口袋房的门一定开在偏的方向 但他一定开在哪个偏的方向 偏东的方向 而不会偏开在偏西的方向 这为啥呀 从风水学角度讲的话 这不是封建迷信啊 实际上就是朴素的地理 从这个朴素的地理风水来讲的话 北方的冬天的风是西北风 又硬又冷 在后边 这个夏天是东南风 湿润而温暖 所以就把门开在南边的 而不是北边的 而且是在东的而不是西的 大家能理解吧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清明宫内部的平面图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这个平面图 它是五间 但实际上你从偏东这个门进去以后 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一共就是两间房 东面的是暖阁 里边还中间隔了一下 是东暖阁的北间和东暖阁的南间 然后在北面和南面分别有个炕 东北地区炕是特别重要的 一会我会讲这个东西 特别的有特点 而且很神奇 那么西边呢 是整个全部是一截 它有个环形的炕 大家看这是一个环形炕 对吧 好 环形炕也可以叫弯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炕就有个俗称叫弯子炕 但是这个词讲一讲 就讲的更文雅一点了 就不叫弯子炕 叫什么 叫万字炕 万字就是吉祥如意的那个万字 像希特勒那个东西一样 在中国这个万字嘛 代表是吉祥如意永恒的意思 实际上这个标志和希特勒的那个是相反的 它是佛教来的 希特勒的那个正好是跟这个万字相反的 佛教传来的一个标志 这个标志 它代表的其实也是有佛教特色的 它叫万字炕 其实你要明白 这个万字炕是说的文雅的 实际上就是弯子炕 因为它是个环形的炕 那么炕的头呢 有灶 因为你要烧火的 然后你注意在炕的这头的头 也就是刚进门的位置 有个平台子 它是杀生的平台子 花儿盐在这屋里面要杀生的 为什么呢 一会我会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下面来讲一下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东北地区如果带人比较这个热情的话 你知道东北地区带人比较热情 有个特征是什么 就是你进了屋让你脱鞋就上炕 因为这个炕是很尊贵的地方 就是平时写字在这吃饭在这 然后小桌一侧晚上被铺上睡觉也在这 所以炕是整个东北民居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那你进入让你坐在炕对面的凳子上和进入让你坐在炕上 完全是两种待遇 坐在炕上肯定是最暖和的 而在东北地区冷是一个最重要的天气行为 所以给予你暖和就是对你最好客的一个表现 他们最好客的一个表现 对你最领域的一个表现 那么整个清零宫为例 它的供暖系统是炕 这玩意是怎么烧的呢 我们下面就以东暖阁为例来看一下 大家看左边这个图 左边这个图啊 你看到我画了个小绿框吗 在那个窗户根里有个小窟窿眼 把它放大之后 看右边上面这个图 它是一个三角形的窟窿 这个三角形的窟窿是干什么的呢 你要想了解这个 你得先看 这个三角形窟窿前面 这个看似非常坚固的石板平台 这个有个木头盖 它是干什么的 这木头盖打开之后 这里面是个坑 大家看到有个炉塘了吗 好 这个坑其实有五六十厘米深 可以下去一个人坐在这地方 烧这个炉塘 就像农村的大灶一样 然后呢 这个烟就进入到里面去了 可想是这里面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个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东西在当年是怎么使用的 就是这样一个图 看到了吗 一个小太监蹲在这个坑里 烧着这个炕 皇帝呢 就坐在东暖阁 和这个小炕上面 特别暖和 而那个墙根底下三角形部分 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烟囱 炕的烟囱 在炕里面循环一圈 在这个三角形的两个斜边 各有一个小的窟窿眼 叫做二龙土虚式 这个烟就从这个根的地方 给排出去了 排出去了 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清零宫的后边 有一个大烟囱 因为大家看到刚才 是不是还有那个环形的弯子炕 那个炕是在屋里边 一个灶上面烧的 那它的烟囱呢 跟我们一般的汉地的房子不一样 它外面就会紧贴在 这个房子上有个烟囱 不是的 它是所有的地方 这个火道是在整个的炕里边 环绕以后 而且还在地上进行环绕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火地 这个火地就是地暖了 地暖在家环形炕 最后甩到了这个房子后边 有个烟囱 什么就是出血 烟囱就是出血 这个烟囱和房子是彼此分离的 这底下是一个火地和环形炕 其实这个在古罗马也有 古罗马的浴室里面都有这个结构 就是这个地暖 他们烧锅炉是为了烧洗澡水 然后用这个热量搞这个地暖 那你看 并不是说只有罗马的高级 在这个东北地区寒冷 激发了人们的智慧 他们发明了抗这个东西 以及地暖这个东西 大家据说啊 世界上第一个把这个地暖这件事 申请为专利的 注意专利的概念 肯定是洋人的概念 世界上第一个把地暖申请为专利的人 是英国人 他是个什么人 这是个传教士 大家知道他在哪传教吗 他在中国的东北传教 他最早可能是看到了中国东北的地暖啊 就是这个火地 火炕 还有火墙 大家想火墙是什么就能理解了吧 墙的中间是夹层 可以有这个烟在里面 是这样的结构 这是清宁宫的取暖结构 实际上旁边的四个佩宫 也是这么取暖的 也是这么取暖的 好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讲一下 这个清宁宫的作用是什么 清宁宫的这个五间 只有东暖阁这一小间啊 是那个住的 上面有炕 刚才我们看了这张图了吗 模拟的图 模拟的这个图 小炕 在这个1643年的时候 努尔哈这个黄太极 52岁的黄太极 就是这个 清王朝的 可以算第二个皇帝吧 就是无疾而冬 突然猝死在这个炕上 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有趣味的地方 就是这个所谓烧火的 也可以评调历史 你看到那个窗户离你的距离只有多少 20厘米 你趴窗户 看那个炕离你有多远 20厘米 那个炕上有什么呀 那个炕上有黄太极的亡魂 这个历史上的赫赫有名的 这个清朝的开国原 开国君主之一 黄太极 就是在他52岁的时候 无疾而冲 猝死在这个炕上面的 这个多说一嘴 在这多说一嘴 那么我们再想 除了东短阁以外 那旁边那四家不是开家吗 就开家里边 这个建筑 家里边这个建筑 这个大堂是干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神堂 神堂 这个北京的紫禁 这个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的这个清明宫 不仅仅是皇上皇后住的地方 他的主要建筑面积 其实是神堂 那么满洲人的信奉的这个宗教 是非常杂乱的 其实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民间信 就是什么都信 那总结起来呢 他们是信的是两大套 三大套戏 第一个就是汉家套戏 儒学的 这中间看挂了一个像谁啊 是秦兰菩萨 其实就是观老爷 这就是中国世俗化的儒学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又忠又孝又义气 是吧 然后他还信另外一个系统 就是藏传佛教系统 比如说菩萨呀 佛呀 这个系统 他还信奉自己本民族的宗教 就是沙满 沙满这个单词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是一样的 我生平第一次听到沙满这个单词的时候 是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看什么呀 还珠格格 给香菲 那个搞这个什么呀 那个私会 然后把那男的不是弄到宫里来吗 声称是沙满法师 当时第一次听到沙满这个单词 沙满是一种原始的宗教 实在整个的这个通古斯语系里面 就是北方游民族都有沙满 包括印尼安呀 西伯利亚呀 而且这个北欧地区 格林兰岛都有 叫沙满 但是他们信奉宗教可能具体神名字不一样 但是整个形式一样 就是万物有灵的古代原始宗教 这个就是保留了满清人的什么呀 民族特色 那么这里边那个灶头 他是供奉什么 这个神肉的 这个他供奉的不是牛也不是羊 是什么是猪 那那头那个炕头就是杀猪的地方 这边的就是煮猪肉的地方 那外面还有所有的三满教 其实都是在敬奉另外一个体系 就是天上的使者 是什么就是鸟 我们在讲碎片博物地图精品课 的时候讲过一个就是动物的异象 我们就特殊讲过鸟的部分 那么敬奉鸟是用什么 是用这个一个下方上圆的一个杆子 上面会有一个铝盆 其实是吸的啊 吸斗 那在里面呢 就是把这个猪杀了以后 切碎肉和穀物放在这盆里面 其实就是用个杆子 把盆举得很高 那你说喂给谁吃的 喂给天上飞的东西吃的 就是神鸟 其实具体的神鸟呢 对于满族人来讲的话 是两种喜鹊和乌鸦 这个杆子呢 被称为神杆 那么按他们老满族人的话讲 叫索伦杆 这个杆子立在什么位置呢 就在台下武宫的小广场里 其实就是在清宁宫的杨前 那屋里边要进行祭祀 外面也要进行祭祀 而祭祀这个人呢 是谁呢 叫萨满奶奶 或者叫萨满太太 她是八旗当中 上三旗里边的人物家的老婆 必须是女的 通灵的在古代的时候都是 尤其月圆时期认为是女性 这跟大母神的这个概念也有关系 女性 萨满太太 她干的事就是萨满仪式 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俗称的东北跳大神 东北跳大神 我们听起来像封建迷信 对不对 但其实它也算一个民族文化特色的东西 那每天想 在这个宫殿在使用的时候 每天清晨的时候 都会在清宁宫里边 进行萨满祭祀的仪式 就是这个 由萨满奶奶来进行这个跳大神 几点呢 凌晨四点 晚上还有一个场仪式 是黄昏五点左右 然后这仪式结束以后 还有一个被登记 就是摸黑的仪式 也是萨满来执行的 所以在这个满洲系统里面 萨满教是很重要的 萨满法师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北京紫禁城 他哪屋干这活呢 昆宁宫 那昆宁宫对应的 为什么在昆宁宫干呢 因为在沈阳故宫的时候 他是在对应的皇上皇后 和解的那个屋子里 是哪 就是清宁宫 所以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 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好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最后的这个内容 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呀 太宗皇太极的中中县建筑 前朝后起的部分 我们主要讲的是 宠政殿和清明宫 然后他的建筑特色 具体是什么 我们也讲了 既有本民族的特点 也有这个汉民族的特点 因为他要寻求汉化 那么下期 我们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一块 进驻中原之后 成为了大清王朝 那么这里就变成了龙兴之地了 在龙兴之地里面要建造的东西 其实就是皇帝东巡的时候 这里边接待过的这个满清王朝的皇帝 有哪几位呢 我们上一课期已经说过 就是康熙皇帝 乾隆皇帝 和嘉庆皇帝 以及道光皇帝 这里边来的最多的呢 就是乾隆皇帝 那个时候是最后钱嘛 他也不停的南下南巡 对吧 三下江南 他四次来到东巡的这个圣经城 叶祖 那么他来到这儿呢 他就要大兴土木嘛 所以在整个故宫 沈阳故宫里面 还有三路 还有三路啊 三路是高宗乾隆皇帝 修造的 这个呢 我们留在下期 再和大家分享 那么今天课程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